这些皇孙礼 就你最愿意陪着哀家 心也静 皇祖母不嫌孙儿愚钝就好 四哥 五弟 咱都下学了 是不是该一同去往吕布 商议典仪了 你立在这儿做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一时伤感罢了 有什么伤感的 不如说来给维兄听听 皇阿玛 明司哥和我 对杜尔伯特不亲王车陵 郑重相待 我只是想 皇阿玛如此厚待车陵 是要将达瓦齐放在何地呀 毕竟她是端淑姑母的夫君 也总得顾及一下 姑母的颜面吧 要不然姑母该如何自处呢 五弟还是年纪小 心肠软 想得多 好 这样 咱先一起去礼部 不能耽误了差事 好吧 好 坐 朕一直以为你明示礼 没想到你心中 只有家事 而没有国事 只有亲眷 而没有君臣 儿臣只是惋惜 端淑姑母的觊遇 才偶然感叹 希望事有两权 既可全杜尔伯特不东归之意 又能保端淑姑母 与皇后的兄妹之情 事实难两全 何者为重 你身为皇子却如此糊涂 却不知你的一言一行 传到别人耳里 他们会认为你别有用心吗 你不好好跟永城学做事 也就罢了 还背后诸多非议 你出去 在养心殿外 罚贵一个时辰好好思过 杜尔伯特不亲王之事 不许再临 儿臣知罪认罚 皇子里也就永齐还出色些 打压了他 咱们母子的日子就好过了 放心吧 额娘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你可要为额娘 也要为咱们王爷争口气 那是自然了 这节骨眼上 还能想到哀家的女儿 永齐这孩子真是不错 是啊 旁人都顺着皇上的心意 唯有五阿哥敢于直言 是个品性端直的好孩子 皇后和于妃懂得叫子 比起家贵妃交永城 一味只顺着皇帝的心意 要好多了 是啊 你可不许可爱 秋叶清寒 吴阿哥小心身子 我奉皇阿玛之命在此罚归 李公公不必额外观照 以免牵连受责 皇上不会责怪的 李公公这话什么意思 皇上是责罚您不慎言 可皇上未必喜欢 背后议论兄弟是非之人 有人自作聪明告了您一状 您受罚皇上已经解气 可没被罚的那位 没准皇上更接欢 吴阿阁跪了够长时间了 早点回去歇息吧 来 回去吧 原本啊 还有吴阿阁和四阿阁分宠 自从皇上斥责吴阿阁罚贵 又不许礼事 现在啊 四阿阁才真是一枝独秀呢 等十二阿阁长大以后 四阿阁早就功成名就了 您不必与皇后娘娘计较 淳贵妃嘛 更不必放在眼里 四阿阁正得圣业 皇上有什么要紧差事都交给他 多得脸哪 等皇上立四阿阁为太子以后 来日的福气啊 都在后头呢 那就 借各位妹妹急言了 皇上和永成策马回来也累了 先搅了毛巾擦擦汗吧 皇上 您这刚出了一身汗 酸梅汤太收敛 冰镇的莲子汤正合适 先给永成吧 他今儿可跑得够久了 谢皇阿玛 皇阿玛齐数甚佳 儿子差一点赶不上 永成 光齐数好可不成 其他的事还要多历练呢 永成啊 近来表现得确实不错 自四月里 景色的俄妇入境 真命永成跟着复衡 到张家口去迎接 这永成啊 与礼仪上十分地娴熟 也得到了复衡 还有俄妇的赞赏 这五月里 准个儿内乱后 真命永成还有永章 同在兵部 沿袭军务 这永成 他的军事之道 还有兵书 都要学习得 比永章好许多呀 臣妾谢皇上夸奖 永成 比皇阿玛夸你 你只可更用心 可不许骄傲忘行 我深知自己的部族 要学的地方还有很多 不敢居傲 对了 朕打算忘记 长白山还有松花江 回来夜永灵昭灵府里 永成啊 你就随朕一块去吧 永成一个人哪成啊 让三阿哥也跟着吧 永章不成事 永成一个人陪朕去就行了 听说皇帝此次夜灵 只带了四阿哥 你的永姬是嫡子 怎么没去啊 永姬才三岁 去了也什么都不懂 臣妾请辞了 嫡子年幼 三阿哥不得圣心 四阿哥是皇帝 登基后第一子 才华出众 怪不得外头有传说 永成有继承宗挑之相 不止如此 外头还说什么 世宗皇帝是皇四子 皇上也是皇四子 四是集数 须多加礼敬 闲言岁语 怎配入皇阿娘的耳 话当然是闲话 但若真有人 生了这样不安分的心思 你是六宫之主 就当管束 是 永成 皇上器重你是好事 可你平时也要伸出手 让能帮你的人 都帮得上忙 额娘这是什么意思啊 浴室一族今年进贡 王爷特意来信 说加倍进贡了人参 红断还有皇羽给和娘 够你平时上下打点所用 平日在朝中把这些东西 分送给大臣 还有家属亲眷们 和娘 皇阿玛腾儿不就够了 费这番功夫做什么 这人参 红断难得 您自己留着用吧 就是难得才要送呢 你今日送出去的东西 都会变成来日他们 为你说的话的 真的假的 平时那些伏计命父们 来给额娘请安 额娘什么时候 让他们空手回去过 回去枕头风一吹 哪个那人跑得了 否则在朝廷上 你怎么会有 那么好的人缘 还是额娘老道啊 那是此人 如今你离这太子之位 就那么几块砖来 必须稳稳地走过去 才算不辜负额娘 不辜负王爷了 儿子记住了 可是这么做 会不会太显眼了 皇娘那边要是问起来 我也不好应付 皇后娘娘那儿 额娘自会打点 梁广总督送了一副 凤凰牡丹金像圈 额娘就先孝敬给皇后了 人在屋檐下 只能暂时先低头 可是来日 你可要让额娘抬起头啊 是 儿子记住了 明日就是武叔的生辰 要儿子去赴宴 去吧 你武叔是皇上唯一的兄弟 必须好好应酬 我娘给你多备些礼 好嘞 永章的福晋完颜市 已经有了身孕 你也快当祖母了 应该高兴啊 想起孙儿是高兴 可是想起儿子又伤心 如今永章和萨哥一起当差 不仅要看他的眼色 还要受他言语奚落 永辰的性子啊 你也不是不知道 永章呢 是阿阁里边年纪最长的 等风觉开府 你们就可以安享荣华了 听皇后娘娘这样讲 臣妾就安心多了 什么 永章的福晋真的有喜了 奴才怎敢扯谎 皇上又有皇孙了 当年先帝赐淳贵妃娘娘 给皇上 为的就是淳贵妃娘娘的面相 看着好生养 果然 这子孙一脉都兴旺呢 好 去中翠公传旨 朕今夜去瞧淳贵妃 喳